爵士堂门周易武魂被改 从墙攻系变成了类似辅助的存在 八面玲珑武魂是不是只有一个艺容能力呢 先点赞后观看 人生必定更灿烂 爵士堂门动画上一集的剧情中提到 史莱克学院的老师 霍宇浩的恩师 周易武魂被改成了八面玲珑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 也不奇怪 这是被改了之后的名字 周易掏出自己武魂是为了改变容貌见白虎公权 从武魂的名字八面玲珑可知 这个武魂一绒是必不可少的能力 那么问题来了 八面玲珑是不是只有一绒能力 要是这样 周易的武魂岂不是被改得太差了 要知道他之前可是强攻系战魂帝啊 周易的武魂肯定在原著中是有体现的 但是发电斗二原著 可能你也找不出来周易的武魂是什么 斗二压根没血 可为什么我们说动画是改变呢 原因是外传血了 在三少的斗罗大陆外传斗罗世界中 霍展集曾经探测出过周易的武魂 名叫红龙 这个武魂显然是强攻系武魂 因为有原本的武魂 所以八面玲珑自然属于改编 那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武魂呢 既然没写过周易的武魂 这意味着在斗二的故事里 周易的武魂达根不重要 但因为周易的戏份多 不介绍武魂又说不过去 所以就变了一个八面玲珑 有人说了为啥不用红龙呢 大家想想 这个武魂是不是很耳熟 这个武魂和乌峰的武魂名字是一样 这不就重复了吗 周易武魂虽然不常登场 但排面还要有的 不能跟乌峰这种小角色一个名字 名字虽然改了 但问题并没有减少 周易武魂改成了所谓的八面玲珑 但因为援助周易的戏份不多 动画把亡言的剧情加给了周易 这就导致周易不可避免的 要面对一些战斗 而此时不展现武魂又不合适 所以这个八面玲珑就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在最新的监察团任务中 为啥周易被吐槽 神机都没敢让周易出手 这个武魂要是动起手来 就要原创魂迹了 做不好一样被骂 索性就不做了 当然改了周易的武魂也没啥 毕竟他戏份也不多 但既然改了援助有的东西 那就得留一手 我们知道 神机是要做斗落系列的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 光光外战 周易的武魂名字叫八面玲珑 而援助中叫红龙 大家发现了吧 两者都是龙 虽然是个谐音梗 但事实上 有这个谐音就够了 要是以后真的说起来 八面玲珑也可以设计成一种异兽 有异容能力的龙形态武魂 也说得过去 玄机看来 是在这里留了一手的 周易武魂被改动 表面看是弱化了 变得很弱机 但是剧情里 他的强势没有变 他在某些问题上展现出的威压 也没有变 所以他本身的战力也不变 只是因为细分少 再加上 只展现了异容能力 所以才被说成很弱 那么大家觉得 史莱克学院的老师里 有战斗力很差的存在吗 相距是短暂的 可是缘分可以凭自己掌控 点击订阅频道 你我再续斗罗之缘 下期我们再会